MARKET公布美国10月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出估值 从9月的52.8下滑至51.1 是2002年10月来最低 次指数从55.3减至49.5 代表工业生产出现预四年来首见的萎缩 数字低于容枯分水岭50代表景气萎缩 科技的色彩浓厚的美国电动车大厂Tesla周四宣布 雇佣美国科技巨拨苹果Mac电脑硬体工程部副总裁菲尔德 担任公司车辆规划部新任副总裁 负责主导新车研发 台经院今天公布9月景气动向调查 收到美国财政协商一度陷入僵局 美国政府关门的冲击 加上我国政经因素干扰 使得制造业 服务业 营建业 营业气候测验点 均较8月下滑 台经院认为基本面未改变 整体经济仍往复苏方向前进 9月景气不好是短期因素的冲击 第四代行动通讯竞标总标金 昨天冲上1112.2亿元 是底标359亿元的三倍 为了避免肥了国库 产业与消费者都输的窘境 据了解政府着手在4G竞标结束 提拨部分标金成立专属基金 以回馈全民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